和NBA球员比,中国球员虽然在身体素质上差好多,不过在咱们国内也是有很多身体强壮,在力量上甚至不输NBA球员的运动员。 当年巴特尔在NBA打球实力量上丝毫不输对手,而现役篮篮中,里根和虽然等球员,都是强壮的代名词,男篮以各一间连的身体更是外援级别的。 但是,有一位堪称中国篮坛最强壮的男人却没在CBA打球,令人遗憾。 张红林,中国篮球运动员,曾效力于CBA华侨大学队。 1993年,张红林出生在福建南安官桥的商人家庭,刚出生的时候体重只有两公斤多,比一般婴儿轻了不少,父母家人很是担心。 但是在最后的岁月里,小红林不仅健康的成长,胃口也特别好,从小就高人一等,也比同龄小朋友壮。 到17岁时,小红林已经是身高2.05米,体重120公斤的壮小伙,拥有这样的身板,是打篮球的好材料。 但是张红林在初三才开始正式的篮球训练,随后顺利进入篮球名校全周期中。 高中三年,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012年,张红林进入篮球名校华侨大学,开始自己辉煌的CUBA生涯。 第一个赛季,他就随球队拿到了CUBA总冠军,五年CUBA生涯,他两次随队夺冠,五次全部带队进入全国大赛,战果辉煌,那么张红林的力量到底有多强呢? 据悉,他的握推力量,达到了惊人的190公斤,这是个,什么水平呢? 奥尼尔的握推力量为198公斤,詹姆斯的握推力量为190公斤,魔兽霍华德的握推力量为160公斤,姚明的握推力量为150公斤,巴特尔和刘玉洞的握推力量为130公斤左右。 通过这些对比,足以见得张红林的力量有多恐怖,在当今中国篮坛,很难找出第二个人能够与之匹敌,在比赛中,他就像一个大人跟小孩子打球一样,对手拿他无可奈何,根本防不住。 然而,巨人也有小烦恼,去游乐园玩时,由于身高和体重的关系,有些项目玩不了,很不尽兴啊。 张红林无奈地说,与班上同学相比,张红林可以说是庞然大物了,课堂的桌椅,对他来说明显是小一号,这也给红林的学习带来了不便。 除此之外,他的衣服、鞋袜等等,在一般商店里是买不到的,都要特制,正当大家纷纷猜测张红林将会参加CBA选秀时,他却做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 张红林和上海一家半职业篮球队签约,从而继续自己的篮球生涯。 虽然不知道张红林为何会选择这样一条路,但是作为球迷还是希望像张红林这样的球员能够在更高舞台展示自己,CBA联散甚至是国家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